因為在跑馬里,我只能住一年 我住了一年後,我就要搬走 我搬到哪裏,突然找到一個房屋 我的房屋是一個女生 當時我單身,她是虧待女生 我們一起住 有時我們會認識她的朋友 她的朋友裏面,都會有一個女性的特質 我不可以說是通病,是一個特質 而那個特質,我覺得是有些特質 有些令我很奇異 我用一個例子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坐下吹吹吹吹,又是說男女關係 她們開始說 都不明白為什麼,Mary要和Peter一起 對呀,她打女人,搞錯呀 然後另一位朋友馬上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她是白羊座的 我不說可以了 你怎麼回答我呢? 你怎麼回答我呢? 我很不明白聲音 我聽不到計 所以 有一次,我家裡 我掉了點餅碎,拿了沙發 我的房屋就說 喂,你掉了點餅碎,拿了沙發 好,我們現在那些處女做點餅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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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你都很髒啊 我說 對呀,對呀,任劃做的 哈哈 喂呀,任劃做的不是髒的 你不知道我是月亮星做的 哈哈 哈哈 對呀,你用月亮星做的 是啊 你解釋不了啊 原來,月亮星做的是什麼呢 原來是一些事實來的 是幾點鐘出生 是多麼瘋呢? 你想想,如果真的很順聲做的人 那個嬰兒出生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喂,還沒九小時,我不用進去 進去 然後那個嬰兒說 啊,我真的很順聲做 OK 你又說 喂,九小時,我都沒有進去 是多麼瘋呢? 如果是順聲做的人 對呀